嗨大家好,我是泡泡 一个男人过了60岁 如果他还能够干这些事情 那恭喜你,你依然非常年轻 这两天我加了我原来一个老师的微信 我们20多年没联络了 他教我的时候才40岁 现在他60多了 这次重新联系上网 加了他的微信 我一看照片,天哪 我这老师几乎没有怎么变 完全不是老头那种样子 简直像吃了回春药一样 其实不是,只是他保养的特别好 有人说男人过了60 只要记忆力好 吃饭好,腿脚好,睡觉好 那么他就不算了 天哪,这个标准也太低了吧 这个是下线 这个是对于80岁老头的标准 今天就来聊聊 一个男人如果过了60岁 如果他还能够干这四件事情 那他才是真正的年轻 甚至不输小伙子 第一件事 还能享受夫妻生活 年龄超过60岁的男人 是否还能享受高质量的夫妻生活 主要还是看他的精力 体力以及内心需求 之前有一次 我跟我房东刘大爷在闲聊的时候 居然还说到了这个事 刘大爷人也特别洒脱 也不把我当外人 他说他在中年阶段 也就是四五十岁的时候 要养家糊口 要照顾孩子之类的 非常累 身心疲惫 压力也特别大 根本没有时间和精力去想别的 总之就是四个字 力不从心 现在儿女大了 自己也退休了 肩上的担子一下就卸除了 心情也放松了 休息也好了 也开始去锻炼身体了 反而想过那种生活了 需求反而比以前更强烈了 他跟老伴之间的互动 也比较和谐 所以说人过了六十 有那种想法 反而是好事 这证明你还年轻 千万不要那种 比较羞愧的思想 这事再正常不过了 就像我房东刘大爷说 我在别人眼里 可能就是一个糟老头子 但是我老伴还夸 我是精神小伙呢 所以说人生夕阳 有几何 乐乐呵呵 逍遥过 第二 找到了自己真正热爱的事情 人到老年 有个最大的特点 就是喜欢怀旧 喜欢回忆 在别人面前不断诉说 自己以前的往事 啰啰嗦嗦的 搞得身边的人都非常烦 为什么会这样呢 因为他们此时此刻 没有一件自己热爱的事情去干 过了六十岁的男人 一定要认识到 不能纠结于成年往事 一定要找一件自己热爱的事情 去投入 去实现自己的价值 这样你才是有生命力的 就是我那个老师吧 他之所以现在六十多岁 看起来就像四五十岁一样 那是因为他退休之后 找到了一个特别棒的爱好 那就是朗诵 因为他声音条件不错 中气也足 他就参加了当地的朗诵协会 在各种大小文艺活动当中 去登台朗诵诗歌散文 不给钱他也去演 情感饱满 热情似火 精神状态好极了 很多老太太还变成他粉丝了呢 另外大家注意观察一下 头条上西瓜视频上 有不少老头老太太 开始做自媒体短视频 做的还挺好呢 他们比年轻人还有耐力 非常稳定的更新 而且我记得看过一个大爷 他做短视频 公布自己的收入 说每个月流量收入 都有一万块钱 真是太厉害了 多少年轻人都做不到 你看 为什么有些小姑娘会喜欢年龄大的老男人呢 是喜欢他的皮囊吗 当然不是 而是喜欢这个老男人非常投入的去做一件事情 散发出来的那种魅力非常吸引小姑娘 第三 把家庭琐事处理得当 如果在60岁的这个年龄 一个男人还能很好地处理自己的家庭琐事 那么说明你在家庭当中的地位也是值得认可的 并且跟家庭成员保持比较融洽的关系 另外也说明你的思维很清楚 逻辑能力是在线的 这里我要说下我的外公 我的外公已经去世很久了 但是在我的印象当中 我从来都不觉得他是一个老人 我对他的记忆就是 这是一个特别有安全感 有能量的人 我外公60多岁的时候 那会儿我还挺小的 有一次 我三舅舅在外地发生了一个车祸 我记得非常清楚 当时我外公是如何临危不乱地去处理这件事情 他就像个总指挥一样 把家庭成员安排得紧紧有条 比如让我妈去联系医院 让我大舅舅跟交警大队那边去沟通 让我二舅舅立刻赶到外地的车祸现场去处理 让我小姨去找车辆来回运送 当时就是因为有我外公的坐镇 这件事情处理的非常圆满 我三舅舅最后也平安得救了 所以说这跟老不老人没有什么关系 60岁之后 如果他还具有自己的主心骨 他能把家庭所事处理的非常好 那么就完全不亚于年轻人 甚至状态跟个小伙子一样 最可怕的是 当一个男人过了60之后 家里什么事都不管了 彻底摆烂了 那不是没有责任感 就是彻底老糊涂了 第四 调节负面情绪的速度很快 对于老年人有一种说法叫老小孩 就是说老年人的情绪 像小孩子一样阴晴不定 其实这个跟身体有关 人老了之后 身体内的激素水平就下滑 加上一些病痛和生活当中的不如意 老人的情绪是非常不稳定的 稍有不顺心的事情 可能就会大发雷霆 当一个男人过了60岁之后 如果没有这些情况 情绪很稳定 说话笑咪咪 甚至经常听到他爽朗的大笑 身边的人也跟着开心 那说明这个人内心很强大 他不悲观 并且身体状态也挺好的 这样的老人继续活下去 长寿的可能性极大 而且那个状态 一直会比同龄人看上去 至少年轻20岁 好以上就跟大家分享了 当一个男人过了60岁之后 如果还能做这四件事情 说明他仍然年轻 据说人类的未来说明 可以达到150岁呢 所以说60岁还属于青壮年呢 一个60多岁的小伙子依然可以春风得意 马蹄急 生命当中渴望爱的力量依然可以很强烈 依然可以金鸽铁马 可以激情燃烧的岁月 最后我想说 60岁的小伙子们加油 我是泡宝 感谢收看 拜拜 拜拜